再見 厚厚的生魚片 全部都是從事餐廳經營的廚師 林鳳月親自準備免費放送 連續十六年與媽祖前人 而今年對他們來說更意義非凡 其實我滿感動的 就是她突然衝來我面前 然後我就跟她求 她講說我女兒的狀況怎樣 然後有點類似小產的狀況 那你如果能保佑我女兒沒事 然後順產 我就每年都會加碼來弄鮪魚 等下課次 林鳳月為了媽祖連續十六年付出 從原先花三萬多元買下氣單的 四十公斤鮪魚 十六年過去她已經加碼到 眼前一共四位七十公斤的鮪魚 這一回的付出 順便多了抱在懷裡的六個月大寶寶 一家人感謝媽祖四福 讓他們平安順利迎接新生命 就像鹹酥雞啦 我們今年就特別開心 我們都加碼了 媽祖回亂途中有人付出 還有這一群幼兒園的孩子們 排成一場牌迎盡期盼 媽祖快來 媽祖快來 等著四福的還有坐在輪椅上的 銀髮長者 就在媽祖回亂途中 即使行動不便也要恭迎聖駕 白髮阿嬤雙手拱起 即便沒有辦法親自踏上 大甲媽祖的繞盡之旅 護理之家護送長者們感受熱鬧的盛會 更添一份參與感 375中部綜合報導